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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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生产大队 几年来坚持科学实验 精选两种 实行合理秘职 保证了花生连年文产丰收 山东省济南造纸厂 在底血杆帮运动中 认真学习兄弟厂的先进经验 对原有的简陋设备进行了改革 用当地卖草制造薄形有光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厂过去生产有光纸用的原料 全部依靠外地供应的稻草绳和木材 现在由于就地取材 全部用上了当地的卖草做原料 降低了成本 给国家节约了大量的木材 北京企中机场是由解放初期的一个铁工小组发展的 十几年来坚持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建设方针 制造出了全部性能良好的5吨 15吨和25吨的自行式起重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矿山临场和马头使用 矿山临场和马头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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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柴维尔刚果迪亚布瓦歌舞团 在北京举行了访问我国的演出 周恩来总理观看了他们演出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演出结束后 周总理向艺术家们祝贺演出的成功 十一月十二日 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 诺尔曼白秋恩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 白秋恩同志生前首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白秋恩国际和平医院 在十一月九日在十一月九日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 白秋恩同志生前首创的华尔曼白秋恩同志生前的战友 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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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秋恩同志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